歡迎收看新聞龍捲風的Live現場 現在的這個時候 我們馬上來看這最新的畫面 今天的前四個小時 你一定非常的嗨 因為你發現到 今天的整個選舉的場子 是跟以往都不太相同 經過了三三大會戰完走 又回到了鳳山這個點了 看著那鳳山的點 剛剛所有的民眾 12萬的民眾 大家在唱什麼 唱著我相信 相信什麼 相信高雄會改變 相信我們的經濟會變好 相信我們北漂的年輕人會回來 而12萬的群眾聚集在這個地方 其實今天的下午的鳳山 就已經塞到爆了 這個鳳山塞的場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因為他們剛好在鳳山西站 這個地方 你知道 一路這樣塞 然後你看到沒有 現在這個畫面場景 你有沒有注意到 在現在的這個時候 檯面上現在10點鐘 因為選霸法的關係 所以台上不能有候選人在這個台上 但是你注意 台下現在正在進行散場的動作 你注意 拍攝的畫面 包含了空拍的畫面當中 人群都非常的有秩序的在離開 而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都抱著那歡樂的心情 正在逐漸的離開鳳山這個場子 而在今天的時候 其實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來到這裡 每個人感覺到好像不是參加以前台灣傳統的這種選舉場合一樣 以前的場合不是那樣的悲情 就是那樣喊的口號 可是今天是歡樂 今天是有音樂的 今天是讓所有的人到達這裡 他是有感覺 有feel的 他覺得在未來的這個高雄 是因為這一次的時候就完全不一樣 因為這一次的高雄會因為這樣子而改變了 不過我們注意到 選舉就剩下他最後的這個禮拜六 明天的時候可就是那陳其邁 也要辦一個非常大的場子 跟那韓國瑜來拼場 但我們看到那畫面當中 也可以注意到 普拍的畫面當中 從那空拍機看 你可以看到 許多的群眾在這個地方 滿滿的人潮 你可以看到 人潮滿道 已經都完全溢到了馬路上面了 許多的民眾 他為了要到達這個地點 他甚至車子要停在700公尺 甚至停到一公里外 在今天下午 甚至有一個阿嬤說 我們全家大小到達了這個地方之後 結果我老公開了車子回去 為什麼就是照今天的現場 但是我們可以看看 現在這個時候 今天的整個結束之後 來看一下韓國瑜 他今天就已經講了些什麼 今天是我們黃金洲的動員大會 也是真正的 測試這一年多 韓國瑜在高雄 不停的跑 不停的拜訪 不停的論述 跟大家報告 我們對高雄的願景 感謝大家 熱情來到這裡 全台灣都在看 全世界也在看高雄這次的選舉 我覺得當我講出東西賣得出去 人進得來的時候 高雄發大財的時候 有一個更重要更重要的 就是我們高雄價值 我們賺大錢是目標 並不是我們的價值 我今天想跟我們所有 人、高雄、鄉親 我們一起來分享 我所看的高雄價值 這個是高雄280萬民眾 絕對不敢忘記 我們高雄最偉大的價值是什麼 最棒、最美好的元素是什麼 讓全台灣人震撼 為我們高雄人感到佩服跟感動的是什麼 我們高雄的價值是兩個字 包容 高雄人 永遠把雙手打開 熱情洋溢 不管來自任何地方 只要到了高雄 高雄人都是充滿著歡樂 擁抱著你 我們看歷屆 高雄市市長 從蘇南城 武敦義 謝長廷 陳菊 都不是高雄人 我們看民進黨九個立法委員 除了一個林戴華委員是高雄人 八個都不是高雄人 我們看這次參選2018年的市長 四個候選人 四個候選人 沒有一個在高雄出身 這代表什麼呢 包括 我的競選對手陳其邁委員的夫人 也是馬來西亞人 這代表什麼呢 大家都可以愛高雄 高雄也會愛大家 對不對 對 我們高雄 從現在到未來 要跟鄉親拜託 我們一定要抓著我們的架勢 就是包容 高雄的過去是包容 高雄的現在是包容 高雄的未來也是包容 高雄的前途 真的 只有一條路 我們一定要面向海洋 面向國際 面向世界 為我們所有高雄市280萬民眾 好好拼一條路出來 好不好 好 這次選舉 基本上 主要的候選人 並沒有 人身攻擊的 任何紀錄 今天罵韓國瑜抹黑 抹黃 抹紅 都不是主要候選人發動 都是助選人在發動 所以我覺得 我今天心裡是有一點難過 今天 幫我來助選的 我們國民黨黨主席吳敦應先生 也講了一些話 讓我聽你心了 聽了以後我覺得 非常的不適當 我不喜歡 任何選舉的過程 用隱藏性的 甚至人身攻擊 我不要 這不是我要追求的 像這兩天 我們台語的歌星 最有名的 詹 亞 文 也受了很多委屈 我不知道是真韓粉 還是假韓粉 如果熱愛韓國瑜的韓粉 拜託大家 要尊重我的決定 我希望這是一場乾淨的選戰 選舉 沒有必要 搞得劍拔奴章 沒有必要搞得殺父之仇 奪妻之恨 像我們在現場 有唱歌 有跳舞 有快樂的演出 不是非常好嗎 大家說對不對 我們看到那鳳扇的場子 看到非常的熱 非常的熱 熱到一個不行的地步 為什麼熱 因為大家心中的熱 但是有人就說 看那M牆的指數 你就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個場子 會有多少人出現了 是 立剛 今天這個場子 真是塞爆了 主辦單位宣稱超過12萬人 真的場面看起來 真的非常非常盛大 而且你可以看到 場面上的人 大部分都是自動自發來的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即使擅長了 現在燈都暗了 很多人還是不願意去 繼續待在現場 對 那今天呢 其實已經創造了一個紀錄 什麼紀錄呢 就是在鳳山西站 你就告訴司機會 站這個地方呢 你知道破了他們 創站以來的紀錄 因為今天已經至少 有破萬人刺進出了 你看整個捷運上面 你看塞成這個樣子 到處都是滿滿滿 滿到我跟你講 手扶梯 電動手扶梯要管制 什麼 連手扶梯要管制 怕太重 不然一下太多人擠上去 沒辦法 所以那個人潮真的是 兇湧到一個極點 所以真的讓大家覺得 非常非常誇張 你看那個進去真的是 大家真的要守秩序 還好今天那個韓國瑜 沒有說要用大進場的方式 如果用大進場的方式 那真的不得了 那不知道要塞到多久 但是我跟你講 誰的嗅覺最準 還是我們的攤販最準 因為你知道 韓國瑜辦這幾次活動 已經創造了 南部的一個經濟奇跡 什麼奇跡呢 叫做韓國瑜流動夜市 韓國瑜夜市 是 他到哪裡就變成夜市到哪裡 尤其今天這一場 大家都預估人數會非常高 是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 至少是凱旋夜市四倍大 你知道嗎 所以前朝在這個地方 攤販當然也集中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很有名的香腸瀑布 54088 這個香腸就直接衝過來 你看 這個54088在這邊出現 然後呢 其他的當然你看 西瓜 隨便拿去吃看到沒有 隨便你快去吃多少 你就拿去吃多少 然後整個你看這個攤販 其實我說真的很多夜市 不見得要比這些攤販多 對 那個攤販他們很早就來了 有了前一天晚上就好來了 因為大家都要站一個好位子 當然裡頭賣了很多 其中有個跟我比較有關係 其實跟我不是有關係 這樣賣這個韓冰 一球20塊 三球50塊 但我必須說 這個韓冰不是我這個韓冰 那個是韓國瑜的女兒的韓冰 當然他賣了也不是這個冰 所以韓冰他今天也 也在他自己臉書上寫說原來他只值20塊錢 其實當然不是他只值20塊錢 只是呢 這些攤販都希望 藉由這次韓國瑜的競選活動 其實至少實現 韓國瑜給大家的一個基本承諾是什麼 東西賣得出去 對不對 人進得來 大家高雄會發大財 那我們現在雖然沒發大財 至少發一點小財吧 對不對 但是呢 我跟你講其實 要搶這個攤位其實蠻辛苦的 你知道 像有一個肉乾攤 他就聽到朋友說 你知道嗎 來韓國瑜這個一場你可能就可以賺十幾萬 賺這麼多 賺十幾萬還得了 那可能他半個月一個月的收入了 所以他趕快怎麼樣你知道 他前天就來佔位置了 今天的活動前天就到了 是啊 你不前天來佔位置的話 你哪會有位置 尤其他又不是像之前那麼熟的 問題是來了之後你佔了位置 你的身材工具 你的這些東西都在這邊 那你怎麼辦 對 那些給心你還得要顧 是啊 那你的給心要顧 所以沒辦法只好自己一個人在旁邊 搬個椅子啊 或直接睡在車上 你要顧你自己的身材工具啊 我就為了要今天發大賽 我也要守三天 所以我跟你講 這是很辛苦 我跟你講這辛苦到什麼地步 因為這些攤販來得太早 你知道 然後他們昨天就已經來了 所以很多人會誤解說 我是不是搞錯時間 是不是今天晚上就是聚會 其實大家都搞錯了 你知道 這今天 真正今天這個晚上 才是韓國瑜的造勢大 大晚會的現場 所以跟大家想像中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 你也可以想像出來 大家為了搶這個東西 搶到一個什麼地步 但是現在一個麻煩的東西就出現 什麼樣的麻煩事情 我跟你講 你現在不見得能夠搶得到 你知道 你知道之前為了搶到這個 多厲害你知道 大家記不記得上一場 剛三不是有麥當勞嗎 對啊 對啊 那達美樂其實也有去囉 那這一次呢 當然預期到更盛大 所以連達美樂跑來了 85度C跑來了 50藍都跑來了 這最普遍的連鎖店都出現了 但是我跟你講其實這個盛況 你就可以想像 台灣以前哪裡有 連這種連鎖素食店 都把自己的攤位擺在 韓國瑜這個地方 記不記得上次 麥當勞連收銀機都直接搬來了 對啊 他只恨不得 因為漢堡實在 你要去烤這一堆太麻煩 不然我看他連烤箱 都直接搬來 直接在現場烤給你看 所以問題來了 問題就是賣的這麼好的東西 包括蜂蜜檸檬水 現在最夯的 在那邊賣一杯25塊錢 可是問題是這個東西 可能你再也看不到 為什麼再也看不到 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我們都知道 選前之夜 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最盛大的那個場面 對不對 這個最盛大的場面 當然很多攤位 就提早就知道 這個地點 我趕快去租這個地方 到時候去卡那邊的位置 但是問題是 據說現在出現一個 很奇怪的現象 什麼現象 就是有人不斷去檢舉 然後檢舉 檢舉到後來業主說 這麼麻煩 天天有人檢舉 警察天天要招惡茶 算了不要租了不要租了 那不要租的話那怎麼辦 那我就沒辦法在那邊做生意 對 那可能那個夜市 我們這一個 韓國瑜流動夜市 就沒辦法出現了 那你就讓高雄人發不了財 我覺得這些檢舉的人 當然如果說這些談判 有干擾到你們 我們真的是覺得很抱歉 可是我覺得 在現在景氣這麼不好的時候 不能夠讓這些人 發一點小財 賺一點小錢嗎 我覺得這真的是 台灣選舉有的時候 大家不需要搞得這麼彼此對立 看著剩下那最後的幾天 你看看我後面的這樣的電視牆 出現的這樣的場景 這樣的規模 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地點在高雄的鳳山 高雄的鳳山這麼樣的熱 熱到今天達到一個最高潮的境界 而最高潮的境界當中是什麼 那韓國瑜他上了台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堅持那乾淨的選舉 來看一下 所以 所以我是高雄市市長候選人 剛剛講的這兩個例子 我的心裡面是起伏很大的 包括上個星期 我們民電視節目主持人鄭侯怡先生來 說韓國瑜選上高雄市長 高雄會被賣掉 像這些話 還有人說韓國瑜選上高雄市長 高雄滿街會插上五星旗 還有人說韓國瑜選上市長 共產黨就接收高雄 像這些抹紅抹黃抹黑 沒有停過 我不懂 為什麼一場地方型的選舉 一定要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 我再重申一遍 2018年的高雄市長選舉 韓國瑜 我希望 真正的是一場 乾乾淨淨的選舉 我寧願 乾乾淨淨輸掉 我也不會肮脹的贏得這場選舉 好不好 開機 海怖一 江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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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Admiral 江胡說 江怖一 江波音 我以2018年 我以2018年高雄市市長候選人的身份 呼籲所有的不分人 不分政黨 不分立場 如果一定要來高雄市長幫忙助選 請你不要口出惡言 請你不要人身攻擊 請你不要貶低台灣民主的家庭寶 你要對付我們 請大家分別一年 轟退馬 今日分享 大陸 我跟各位我們偉大的高雄鄉親報告 下個禮拜開始 所有最可怕的抹黑將會傾潮而出 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 有抹紅的 我是共產黨的同路人 我是共產黨同路人 我長期失業 最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賣菜的工作 賣菜賣菜賣得非常好 立法委員段儀康要搶我的位置 用他的秘書當我的總經理 把我趕走 對我火力全開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跑來踹了我一腳 兩個人把這個事情打得不可開交 莫非段儀康跟王世堅也是共產黨派來的嗎 為什麼選舉到了 感覺民調要接近要落後就開始抹紅 各位偉大的高雄鄉親 我跟大家報告 請大家做好心理準備 所有最後一個禮拜 民主進步黨 執政之後 沒有好好的照顧台灣人民 高雄市也是一樣 選舉到了急了怎麼辦 他們手上的權力不願意丟掉 採取的最快速 最廉價 也最不入流的手段 就是抹黑抹紅抹黃 我敬請高雄鄉親要支持我 要做我的後盾 我愛台灣 我生在台灣 我長在台灣 將來我會死在台灣 我也會埋在台灣 我們看著這個場子 非常的熱鬧 非常的這樣子嗨 可是呢 真正這個場子最熱最熱最熱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呢 那就是韓國瑜跟李佳芬 在台上深情寬寬的唱歌了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愛你的心 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我的心不依我的愛不變 月亮代表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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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一聞 我愛你一聞 你要不要唱不下去 心情的一個吻 還是沒有啦 心情的一個吻 你要不親就我親啊 一個吻 已經打到我的心 生生與你關心 要我親你到無際 我愛你永多深 我愛你有機會 你最笑 你笑 你最愛 你看 月亮來 跳我的心 你最笑 你笑 你最愛 你看 我愛你永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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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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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 跳我的心 你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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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前面的那一段畫面 那段畫面在我們中天的直播的 網站上面 那個時候的流量 可是達到了10萬人 韋煥 一個選舉的造勢場 怎麼搞得比這個跨年還誇張 這應該是我看過 可能是最成功的造勢晚會 可能是最成功的 比總統大選造勢還要成功 為什麼 幾個點跟大家報告 今天網上的這個場 我覺得已經設下一個 所謂的鳳山障礙 鳳山的這個場的 韓國瑜的場 人數上 在鋪陳上 在整個的熱情上 還有參選人的字詞內容 以及在散場跟唱歌的配合 情緒的高漲等等 全部都是非常非常高端的一場 鳳山障礙 明天 陳清邁會在齊山有一場 由賴清德跟陳菊謝陽廷 出來幫他力挺的 兩個老市長 跟另外一個也是台南市的市長 賴神一起幫他站台 可是我現在高度懷疑就是 這個鳳山障礙 明天陳清邁怎麼借招 他如果跟不上來 譬如說人數上沒有辦法到12萬 可能只有6萬或8萬 或者是沒有辦法說 達到這樣的熱情 剛剛列昂哥在講 這一段在中天的直播 有十幾萬人在看 十萬人在看 然後我跟你講 在剛剛已經活動結束 韓國瑜離場了大概10分鐘 我看還有2萬多人在看 已經走掉了 活動結束了 還有2萬多人在看中天直播 還在看 就是那個熱情就散不掉 我講幾個點 光個人群散場 還有2萬多人在看 人群已經散開了2萬多人在看 觀眾朋友來看一下這個 因為10月14號的時候 我看就已經跟大家講過 這個鳳山的陳其邁的場 我看有幾個點 後來也引起了一些爭議 就是你怎麼 可以說民主相場沒人 你憑什麼說這裡空位 但是這一張圖 其實觀眾朋友一看的時候 原來就是同一個場地 今天晚上韓國瑜的場 就是10月14號的陳其邁的鳳山場 而當天我所謂的民主相場的 這一條路空空的這個人 今天可以看 從幾個直播的畫面 還有立剛哥現在大電視場 你的整個全部都滿 這是上一次的 電腦螢幕上面出來的這個是 這個是10月14號的陳其邁 同一個場地 這個是韓國瑜的 這是今天韓國瑜的 所以光是同一個場地 比較清楚的空拍圖 它不只是場內全滿 沒有所謂的三大地方的 沒有人坐的一個情況 坐位空 而且在整個場地以外的 所有的攤販區都是滿滿滿 下面的這條路跟右邊的那條路 這條更清楚了 對 右邊 立剛哥別的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 跟下面整個橫條 也就是我現在給大家看的 橫條 這條 就是民進黨的 我所謂空的 我發現可能有人數上的危機 可能是動員來 而沒有去消費民主相場的那條路 今天是全滿的 所以也就是說 陳其邁那個時候這邊沒有滿 可是現在的 今天韓國瑜這個場子 這邊是全部都滿的 對 那一天不是說下面沒有滿 是因為下面完全空 所以我才覺得不尋常 因為表示說大家沒有去消費 大家可能是吃了便當而來 這是第一點 所以場地上來講 人數上來講 整個是碾壓 所以我說鳳山障礙 今天的人數12萬 你要動員到12萬非常難 剛剛兵哥也有講到 今天的鳳山西站的捷運 破萬人次 這是有史以來最高的紀錄 大家搭捷運來 從今天中午12點 各家媒體就在現場直播 所以沒有辦法造假 都是自己走路來 搭捷運來 騎機車來 沒有遊覽車再來 所以如果假設今天這場是真的沒有一輛遊覽車 因為大三三造勢大會 王金平院長他是說他有準備 蕭翰俊有準備 可是這場是第一場韓國瑜總部自己辦的 沒有遊覽車 沒有便當 甚至今天連國旗都不夠 要自己買 所以今天廠外有人在賣國旗 他也賺了一筆錢 的情況之下 在沒有動員遊覽車情況下 能夠達到12萬人的這樣子的集會 可能在台灣也已經創下紀錄 這個場子已經創下紀錄了 他應該已經創下紀錄 場地的大小 民眾的熱情 你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畫面當中 你有沒有看到捷運站裡面 高潔裡面整個鳳山站塞爆了 結果大家因為進不去 結果到最後在那邊高聲在唱歌 就直接在捷運站嗨起來 其實大家不用騙 就是直接私底下說 我不是記者 我是民眾 偷偷去問鳳山西站的捷運人員 去問他 從那開始開戰到現在 有沒有一天比今天人數更多 所以他等於那個人潮 是從那塊空地一路滿到捷運站 滿到捷運站裡面的人 人都沒有辦法走出來 那之前我們所看到的 大山山的三場之外 陳七萬其實也跟進 他也辦了旗山 他也之前辦了鳳山 之後呢 明天會有岡山 那他的大山山的一個重點就是 旁邊的周邊熱情沒有那麼夠 而且民眾會先離開 這一點就是我們在看場面的部分 我說已經設下鳳山障礙 人數跟場面 但是我要補充一點 剛剛我們看了幾段的這個談話 我也很注意在聽 因為今天吳敦義國民黨主席 講了暗示性的話 他沒有指明道歉 可是大家知道他在講誰 這樣的事情 我也第一次看到有一個黨的候選人 直接公開挑戰他黨主席 認為你發言不妥 這是當機立斷 不斷則亂 他的決斷已經是 可是沒辦法 不講的話就被綠營給打死了 明天應該會有很大的操作 包含放這段吳敦義的談話 包含可能甚至陳菊會哭 或是有人會幫陳菊哭 這個點居然在今天 短短的一天之內 因為黨中央還沒有反應 韓國瑜自己先反應 然後詹雅文事件 他還唱了詹雅文的歌 所以韓國瑜非常的果斷 對 所以這幾個點 包含韓國瑜的致詞內容 他上禮拜有三天的時間 他把白天空出來 他沒有再那麼忙的 早上去幫張帝善站台 全身大進場都出汗 累了以後 下午馬上一兩點就要開始辯論 他給自己時間思考 他今天的致詞內容 剛剛我們放了 他說我以後會死在這裡 我會葬在這裡 不要再抹紅我 而且我也不抹紅陳其邁 會我的對手 希望所有藍綠來高雄駐選人 都不要口除了言 因為這才是民主價值 他還講他寧可肮臟的 他寧可乾淨的落選 也不要肮臟的當選 今天的這一番談話 以及詹雅文的危機處理 跟吳敦毅食言的危機處理 他的整個反應的速度 跟他的層次的拉高 這都是我所謂的鳳山障礙 後續陳其邁必須跟上 如果沒有跟上 氣勢會整個崩潰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再來告訴你 惠文 以前很少有國民黨裡面的候選人 敢在黨主席講完話之後 12個小時給他吐回去 你講的國民黨黨主席 跟我心裡面想得像不太一樣 現在國民黨是一個人就全黨 所以剛剛韋翰講的沒有錯 最有效止血的方法 是韓國瑜自己 黨主席可能說太快 你知道那種群眾的場合 有時候情緒來就喊了一講 講錯了怎麼辦 我覺得如果是吳敦毅自己道歉 都沒有今天 韓國瑜在挽回上止血來的有用 他必須做危機處理 詹雅文的事情也是一樣 所以我呼應偉翰剛剛講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障礙 民進黨看著捷運戰的狀況 韓國瑜也是剛剛賓哥提到的 那個狀況 民進黨會怕 但是我要請問立江 國民黨會怕嗎 現在2020的假想敵是誰 民進黨 我說2020如果 如果我們要選總統 我們在座人要選總統 我們最擔心誰出來選 最擔心這個凸子出來選 你凸子會跳出來選 我的意思說他變成 因為這個場面太熱了 你剛剛我跟韋翰 兵哥 我們看這麼多選舉 選總統的選 市長的選立委 你告訴我 第一次選去他在第四場 前面鳳山崗 三七山 然後今天又回到鳳山 連選四場 哪一個選舉哪一個候選人 有一種中文沒有 只有這個人有 為什麼我們要以後再研究 我的意思說 他現在變成是棒打出頭鳥 民進黨怕他 國民黨裡面有人怕他嗎 你說你這棵的 你現在變成你一個人救全黨 所以我剛剛故意問你說 那黨主席是誰 那是開玩笑 但是我說 今天韓國瑜這個現象 值得我們好好去研究 剛剛前面兵哥講說 為什麼外縣市的攤辦 等一下你很多昨天就去了 去搶位置 為什麼要拚到高雄 因為他怕你做一天的生理 可以抵他一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 我當然也去 但我們多麼希望每一天 高雄都有這樣的場子 甚至每一個縣市 都有這樣的場子 不可能 不可能每天都去 所以我來講一下這個菊姐 這個陳菊 他前幾天講了這句話 他說高雄不應該選他這麼辛苦 我們民進黨的怎麼又怎麼 他說前兩名都國民黨的 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重點在最後這一句 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現在不是幫民進黨 開拜選檢討會 後禮拜再投票 不過我們今天看這個地方 因為我也不是忌妒韓國瑜 但是這連續四場 每一場都成功 這個已經破紀錄了 你說2020選總統 你要有這樣的一個場面 這麼多人這麼成功 而且韋翰講那個我很同意 他今天的演說 比前面三場還好 所以我認為韓國瑜是在進步的 今天這樣講了四平八穩 又帶感情 你看他剛剛講說 我身在這裡 死在這裡 我一定要埋在這裡 其實以前馬英九 講過一樣的話 可是馬英九的群眾魅力 已經被他超越了 他今天講的比馬英九 當年講得好 有感覺 有感覺 所以觀眾朋友 下禮拜這天 下禮拜再今天 結果就已經出來了 開票已經開完了 我不是要談誰的輸贏 但是這個選舉嫌到這樣子 全國都在看 甚至華人都在看 我覺得韓國瑜的這個現象 要好好研究 好 我們看著我後面的畫面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後面的畫面 從一個空拍機上面 拍出來的畫面當中 你可以看到 滿滿的人潮在這個當中 這個當中究竟有沒有 12萬人存在 主辦單位說 這個地方的確是有 12萬人在這個地方 但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人潮 逸流到了馬路的外面 整個人潮非常的歡樂 今天晚上這裡就像一個 韓國瑜夜市一般 但是我們看到這樣的場景 這樣的場合的時候 阿豪 你今天可就是 真的有在這個場合裡面的 對 我下午接到電話之後 才趕上來的 我在那邊的時候 我現在 邊邊做生意的朋友 都會開工 現在這個國有爬死了 這個國有爬死了 這個國有爬死了 走到對 扮到對 不管我們在旗山 還是在旅門 一直到我們雄山公山 反正走到對 扮到對 比我們六號路雅琪 十五年前更熱 比台六下 還有在禮拜的時候更熱 你看 就像雅琪一樣 你有沒有看到 現在你的旁邊的分割畫面 裡面就是個雅琪 滿滿的這樣子 攤販在這個地方 滿滿的等待著這些商家 都等在晚上的人潮的到達 我有朋友跟大家說 這不就是雅琪 這就是市集 因為雅琪幾乎都不會吃的 吃的可以那麼多 但是我們看裡面還有一些文圈 雄電嗎 對 差不多雄電 但是裡面還有一些文圈 因為現在新青年 我們開始在做這些東西 其實怎麼一個店 可以做到變這個行為 就是因為 第一些人 去那邊的人氣有夠 他整個人氣 他接地氣接不到 對我們823 我們水戰的時候開始 他怕在民眾裡面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家感受得對 一直到他現在 怕正面選舉的方向 影響到全台灣的 選舉的氣氛 包括說今天我們去那裡的人 我相信大家都很高興 我剛才一邊坐隔壁的時候 一邊看手機 怎麼笑的自己在那裡搶 一直搶到捷運上面 我坐到溫弧線 坐到溫弧線的時候 還拿手機還在那裡搶 旁邊看 還在頭看我看什麼東西 大家都在看你的手機 對 因為 那個心情是很雀躍的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這個 我們叫你來上節目 結果你沒辦法在裡面參與 有 我說的 我剛才在電視 我就說第一場 我今年是第一場不去的 今年是風山這場那樣大場 我選前之前那場 我一定要來 為什麼因為 我剛才也問我朋友 我說有開心嗎 他說有 他說他到哪裡去家 坐大米仔的時候 還在看什麼 還在看電視播放剛才的東西 還在吃 那個心情是降溫不了的 他們是整個火 以前他們整個都蒸 那都蒸到火都蒸 人家都蒸起來 對 他整個火裡 現在剛才說 不好意思 剛才把一個人 默默的繼續支持 繼續支持民進黨 尊重老人家 對 但是 但是我也能說 我們就當作一世的夜市 但是去 那個前面有起來 我覺得這是 韓總 給我們高雄市民 一個最不一樣的感覺 選舉是我們那麼高興 每次 現在每次在期待這個 去這個選舉造勢的活動的時候 都好像在期待去 去一個同樂會那種感覺 去一個圓遊會的感覺 然後去很多攤商 彼此之間開始認識 去玩什麼不知道 這整棟開始開港 我來噴貼紙的時候 開始有人這樣擠過來 我來一邊抹一邊噴 一邊噴 一邊噴 很好笑 不要有看過一個選舉 可以算到大家那麼高興 讓大家不舒服在那裡 來那裡吃東西 來那裡吃東西 想說要聽一下 昨天我們在台南開獎 我們也叫了一個攤商 吳玉泉來到我們現場 來擺攤子 因為包括我們在第一場 風選的時候很好笑 我有騎到宣傳車點館 我看旁邊一個賣鹽 因為我很早就去現場 結果我一開始看那個賣鹽 後頭後面 三點五個的時候 因為第一場好賣還不知道 所以新禮拜 不知道晚上 眼前賣的掉按不掉 對 它就賣了一次賣鹽 不然現在香腸瀑布那樣恐怖 只賣了一次 一開始咀嚥的時候 民室不太好 還不知道可以賣 不可以賣給他 在宣傳車旁邊那邊擺這樣 結果等下 還沒到六點半的時候 煙塵已經不完 對 我感覺到 那個時候他還會心情壞嗎 那是經常煙塵 那個時候變小孩 對 還有黑鏈 你想想 我們這樣現場看到的 經常夜市場裡面 今天夜市場在那裡 可能超過樓下樓 半個五個會 可以賣掉 這麼多 甚至有整個五個 我們現在看到 不是經常大樓這樣 一個路線而已 裡面還有一片草坡 那片草坡裡面 也都有攤販在那裡 對 白到白 那個開始的時候 晚會開始的時候 生涯不可以做 有的人一定賣完 我們朋友也是一樣 他六點半的時候 他說他一定掃打掃完 但炎強一條 如果賺二十塊錢的話 三千條不就一個晚上賺六萬 對 我們在旗山那頂的時候 我拜託來 拜託便利商店對面 那裡有一間電車 他對旗町開車來旗山賣 他說他在旗山賣一夜 小孩他在旗山賣三個月 這樣比例有高嗎 所以一方面這就證明 第一點我們高雄的經濟失敗 再來第二點這個人的人氣 有紅毛 對 為什麼紅到這個地方 我告訴你 剛開始我也是不解釋這個人 你以前的時候 不是開銀刷店最慘的時候 一個月甚至幾千塊收入而已 450塊 還450塊而已 這麼慘 450塊最慘的時候 韓國瑜的效應竟然 我現在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在發帖子 然後有一些 有一些 一樣是支持者的群眾 都 晚上都整個月沒睡 一直回訊息 選舉選完之後 我們公司什麼東西要叫你做 標籤要叫你做 要錢要叫你做 DM要叫你做 還有插心要叫你做 提起來 這一定都開始 這個效應一定會出來了 我們看到大家對這個經濟有期待 對 韓國瑜讓我們做生意的人 很開心的就是 他讓我們有期待 有未來 有希望 再來就是不抹黑 不造謠 靠自己看自己要做生意 是 培養這麼人命做生意的氣氛 這項其他的政黨的經營不一樣 所以我有時候會說這句 大家都說翻轉高雄 我後面再接一句改變台灣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氣勢是這樣子 他不只是翻轉的高雄 全省現在開始 你只要看哪一個政黨的人物 開始罵別人 開始指責別人的時候 他的民調就開始跌 對 但是開始只講自己要做什麼 他的民調就開始升 我覺得這個是跟以前 完全不一樣的選舉風氣 民主本來就該是這樣子 要傾聽民意 要還權於民 然後要接地氣 我們講的接地氣 就是要聽到民眾的聲音 那天我那天跟陳清貿議員 做直播的時候 我有講我說 現在的民意代表 幾乎都變黨議代表 所以剛才韓總講那樣子 他說可能在黨主席那邊 發言比較不妥當的這部分 我覺得馬上又抓到人民的心 因為我們真的已經不喜歡看 政黨在做事情 我們喜歡看這個地方父母官 他用什麼心態來看我們民眾的心情 所以他說那個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錯 跟他說 他說他對他的黨主席他就敢這樣 他沒什麼事好走 這個人民就是最大的護盾 這個人民隨時都準備好 對他一起走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在今天的時候 阿豪到了那現場 看到那現場 那麼歡樂的一個狀況 但在今天的時候 許多的車要開到那個地方 不好開還踏車 甚至還發生了車禍 兩個人下了車 怒氣抽抽看著對方 結果突然之間發現 原來你也要去韓國瑜的場子 我也要去 兩個人握手言和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 一個歡樂的場子 下午一場車禍 居然有不一樣的結果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看著今晚鳳山的場子 非常的歡樂 明雪你好像到了 傍晚的6點50分 才坐高鐵上來 對 你也到了那現場 我4點多就到現場 而且我到現場的時候 你看到現在人這麼多 他其實後面所有一大片 都是草地的 我當時還在那個草地的後端 我根本沒有辦法進去 在很後面 所以主舞台在這邊 對 然後你本身 我是那一塊的那個馬路在後面 馬路 馬路的在後面 對 你跑到這個地方去了 那個時候大概是4點半左右 你八晚4點中 你已經離這個舞台 這麼遠的距離 而且那個時候 我請我媽媽幫我錄影 我想讓大家知道說 在我的Facebook上面 跟大家分享 結果我擠不進去 然後所有人都拿枸杞 這樣喊 然後我大概喊到200分貝 也收到我的音 所以在大一下才4點多 所以你已經被邊緣化了 對 你根本沒辦法進到這場子 對 超誇張 就讓我自己很熱情 可是別人都比我還要更熱情 然後再來就是我拍到一張照片 就一個在賣西瓜的這個老闆 他說隨便給自己拿著吃 然後我就說老闆 你不是也要發財嗎 他就說老闆開心 隨便送沒關係 然後結果還有另外一張照片 就這個 他說大家辛苦了 挺韓國瑜 不用錢隨便給 挺奇怪的原價三倍 這次老闆 老闆都這麼阿沙裡 結果挺成熙派的就要加錢了 而且我那個時候去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人已經是 自己拿著那個塑膠椅 然後還疊了一排 就說我幫我家人站位置 他們等一下就要到了 就是40要捍衛他的位置 所以你們椅子要自己 去把它拿下來 前面的椅子是早就都滿了 我根本進不去 是很多後面的人 他們在停車場區 他們自己自備塑膠椅 然後疊起來 可是明雪 你跟你家人 在這個舞台的後面 那麼遠的距離 對 舞台上面在演什麼東西 在講什麼東西 我們只能用聽的 你們根本看不到 對 只能用聽的 然後我還能跟旁邊說 大哥你借我那個椅子 讓我站上去看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才站了五秒鐘 看了一下下 而且那個時候在後面 因為草地是停車場 而且有些人是已經爬到 他的車頂然後往上面看 站在車頂 對 超級無敵誇張 然後再來就是 我到高鐵站的時候 現在很奇怪 就是怎麼選舉可以開心到 大家都來做模仿秀了 就是很多是禿頭的 他們都穿藍色的襯衫 走在一個高鐵上 然後那個時候我還跟他說 那個是那個護衛嗎 自治人 對 就是非常多的人在高鐵站 我剛剛至少看到有三位吧 他們都故意就穿他們是藍襯衫 還故意把那個袖子捲起來 才坐個高鐵就看到三位 沒有錯 然後那個時候剛剛韓國瑜 他不知道的時候 下個禮拜那一場 還要邀請100個禿頭 大進場 我跟你講根本不夠 也可以邀請5000個來吧 對 那看我們500個不成問題了 一定沒有問題 而且我覺得我剛剛在那個現場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餓得肚子去的 因為他們為了要佔位置 然後我就他們 因為會聊天 我就說 你們這樣子卡在這邊 到底一定是沒有辦法出去買了 他說有什麼關係 旁邊攤販這麼多 我們互相幫忙 大家一起互相拚經濟 這麼開心的一場選舉 所以不只是人那麼多進來 不只是這些攤販願意賣東西 而是所有的高雄人民都願意去買了 願意掏錢出來買 所以這個選舉我覺得 一個很值得被大家討論 跟看見的價值在這裡 然後再來就是 我很想提 就是最近有很多那種 返鄉投票的專車 我今天在現場的時候 其實我根本沒有看到 一輛遊覽車在現場 因為人實在是太多了 可是我特別要提的是 為什麼有些返鄉專車 在最近一直被人家批評 你們看這一位 是昨天新聞都來講的 有個桃園的甘先生 他被中正分局約談 然後他就傳檢 他那個朋友 傳簡訊給我跟我講說 他被警察警告說 他違反了這個選霸法 死人不當選 而且還說地檢處理 還跟他講說 他們要辦理他 如果不處理的話 他的官位會不保 真的是很誇張 然後再來就是 他本人他在現場 然後那個警察就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有被一些政黨利誘 跟收受政黨的一些金額之類的 真的是很誇張 我覺得因為他已經跟我求救了 然後跟我通了電話 他說能不能夠幫他澄清一下 他真的很想幫助這些人反將投票 然後再來是 這個是台中的高雄女婿 他很早就出來跟大家說 他有要發專車 然後結果他們收到訊息說 現在我不需要了 完全都不需要了 好 明雪這個部分 我們待會就來休息一下 來告訴大家 韓國瑜說高雄 人要進得來或出得去 但韓國瑜今天在鳳山的場子 人進不來 但是最後也出不去 他被卡在裡面了 好 觀眾朋友 在韓國瑜的經典口號 東西賣出去 人要進得來高雄才能發大財之後 目前韓國瑜已經從台上走下來了 事實上整場的活動充滿高潮起伏 怎麼說呢 先是由於 包括黨主席武敦毅引發了生意 但韓國瑜重炮抨擊 強調必須要捍衛民主價值 不得對 人身攻擊 引發外界諸多的掌聲以及感動 而在中場呢 還有不少民眾群起了 將雙手給牽起來 一同高舉 象徵著高雄改變 這也是其中之一 我是來聽一下 韓國瑜對於剛才在台上 民眾的做法 有什麼樣的感受 主委 剛才看到大家一起手牽手感動嗎 現在主席武敦毅動的話對不對 對 我覺得所有來 任何人 任何政黨 任何政治人物來助選 都不要有人身攻擊的話 這會讓選舉的氣氛會變得比較負面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要把我心裡的話講出來 好 謝謝哈 謝謝 謝謝各位 好 我們聽到呢 韓國瑜再度對於剛剛台上的聲明呢 做出了回應 但事實上排除嚴肅的議題 剛剛還有一個有趣的小插曲 就是呢 在韓國瑜高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時候 針對李嘉芬呢 主持人特別cue了韓國瑜希望他能夠清他一下 按照歌詞所描述 因此呢 韓國瑜雖然是半推半就 並且歷經很長的時間 但終於還是清他技帶動全場的高潮 而在全場 包括最後面的 所謂的綠色的彩帶飄揚 也象徵著藍綠和解 過程中的大國旗的代表是 韓國瑜一直以來 以中華民國為念的一個意志 而在這整場的造勢晚會當中 氣氛更勝過往 不只是人數熱弱 包括韓國瑜的自主的震懾力 都甚至讓台下不少民眾 默默留下眼淚表達感動 而在今天結束之後 韓國瑜下一場最大型的活動 將是在1123 也就是選前之夜 目前可以看到 韓國瑜的坐車 正在護衛隊的包髓之下 要往外洩緩緩移動 而接受民眾熱情的歡呼 鳴笛樂永素 象徵著對於他的支持以及力挺 而韓國瑜的坐車 就在降下鳴笛聲當中 一路的消失來路頭 但現在還在台上特別強調 希望能與大家在1123 到時候屆時再相見 以上是記者掌握的最訊息 將鏡頭交往我們主播 沒想到要走也走不了 但看著後面的場景 你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阿豪說 高雄的捷運沒人坐 阿豪騙人吧 這麼多的人 來看一下現在 好 主播在高雄鳳山 西藏捷運站這邊 可以看到已經有了大片的人潮 大家都是擅長的 好像是跨年人潮一樣 非常非常的High 不過還是有很多人 是一一不捨 是不是居然蠻一一不捨的 對 一一不捨 韓國瑜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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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看到 大家真的是超High的 明明晚會是已經結束了 但是在鳳山西藏捷運站這邊 大家還是非常非常的亢奮 在大喊韓國瑜動算 而且是揮舞著這個國情 感覺是晚會還沒結束一樣 一直延燒到捷運站這邊 那今天鳳山西藏捷運站這邊 也有加開班次 原本是七八分鐘有一班 但現在是增加三四分鐘就有一班了 就是要來應應這一波超過十萬人的人潮 大家趕緊的在晚會後 好像是跨年人潮一樣散得出來 非常非常的擠爆的捷運站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現場還是意猶未盡 就是真的要來力挺韓國瑜 以上是我們在現場掌握的最近畫面 大家還記得剛剛韓國瑜有說到 韓國瑜創造了一個鳳山障礙 什麼是鳳山障礙呢 如果抹紅抹黑抹黃這些候選人的話 他們基本上來說他們就會選不上的 這一次選舉 基本上主要的候選人 並沒有人身攻擊的任何紀錄 今天罵韓國瑜抹黑抹黃 顛覆平凡 質量精彩 金車 伯克金 Buck Skin Beer 心裡是有一點難過 今天幫我來助選的 我們國民黨黨主席吳敦應先生 也講了一些話 讓我聽你心了 聽了以後我覺得 非常的不適當 我不喜歡任何選舉的過程 用隱藏性的 甚至人身攻擊 我不要 這不是我要追求的 像這兩天 我們台語的歌星 最有名的詹、亞、吳恩 也受了很多委屈 我不知道是真韓粉 還是假韓粉 加油 如果熱愛韓國瑜的韓粉 拜託大家 要尊重我的決定 我希望這是一場乾淨的選戰 選舉 沒有必要 搞得劍拔奴張 沒有必要搞得殺父之仇 奪妻之恨 像我們在現場 有唱歌 有跳舞 有快樂的演出 不是非常好嗎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是高雄市市長候選人 剛剛講的這兩個例子 我的心裡面是起伏很大的 包括上個星期 我們明電視節目主持人鄭侯怡先生來 說韓國瑜選上高雄市長 高雄會被賣掉 像這些話 還有人說韓國瑜選上高雄市長 高雄滿街會插上五星期 還有人說韓國瑜選上市長 共產黨就接收高雄 像這些抹紅抹黃抹黑 沒有停過 我不懂 為什麼一場地方型的選舉 一定要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 我再重申一遍 2018年的高雄市長選舉 韓國瑜 我希望 真正的是一場乾乾淨淨的選舉 我寧願 乾乾淨淨輸掉 我也不會骯髒的贏得這場選舉 好不好 好 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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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 canvas 韓國瑜 倒 canvas 發呈 悲哩 高雄大少爺 布推 東湊大少爺 Gallery 拜托 韓國瑜 我以2018年 我以2018年高雄市市長候選人的身份 呼籲所有的不分人 不分政黨 不分立場 如果一定要來高雄市長幫忙助選 請你不要口出惡言 請你不要人聲攻擊 請你不要貶低台灣民主的家草寶 明天家地方 請你不要沾添 請你不要沾添 請我和他們担衡 請你不要沾添 請你不要沾添 我跟各位我們偉大的高雄鄉親報告 下個禮拜開始 所有做 所有最可怕的抹黑將會傾潮而出 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 有抹紅的 我是共產黨的同路人 我是共產黨同路人我長期失業 最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賣菜的工作 賣菜賣菜賣得非常好 立法委員段儀康要搶我的位子 用他的秘書當我的總經理把我趕走對我火力全開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跑來踹了我一腳 兩個人把這個事情打得不可開交 莫非段儀康跟王世堅也是共產黨派來的嗎 為什麼選舉到了 感覺民調要接近要落後就開始抹紅 各位偉大的高雄鄉親 我跟大家報告 請大家做好心理準備 所有最後一個禮拜 民主進步黨 執政之後 沒有好好的照顧台灣人民 高雄市也是一樣 選舉到了極了怎麼辦 他們手上的權力不願意丟掉 採取的最快速 最廉價 也最不入流的手段 就是抹黑抹紅抹黃 我敬請高雄鄉親要支持 支持我 要做我的後盾 我愛台灣 我生在台灣 我長在台灣 將來我會死在台灣 我也會埋在台灣 這次的鳳山障礙 看到是台灣的民主的新的里程碑 所有的候選人 你不要再抹紅 不要再抹黑 不要再抹黃 甚至不要把不支持你的 這些個選民 當作是敵人 這就是台灣之福了 但是真的有這麼容易嗎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不管任何東西都有人在 想辦法抹黑 想辦法質疑 用各種方式去扭曲原來的真相 比如說 之前 那個韓國瑜不就推出他的廣告片 一系列的 那裡頭就是一個北漂女生 這個人其實 當然是真有其人 他是富邦漢江隊的一個拉拉隊員 他叫安妮 那無上話 那結果呢 他就講他自己的經歷說 因為他北漂十年 他當時正在工作的時候 他爺爺過世 他沒有辦法回去看到爺爺最後一面 那心裡頭非常感慨 其實我們一般看到的感覺就是心有其其焉 我們希望能夠改變這樣現況 希望讓大家都不會再遭遇到類似的事情 可是有人看過之後 完全有不同的反應 我跟你講他們不同的反應 讓我覺得 非常匪夷所思 比如說我們的知名的球評 石敏錦 他說親人過世你不回家 然後為了投韓國瑜 一定要回家 不笑到令人想哭 我覺得這真的是 我覺得他的邏輯還挺奇怪的 你投票是你可以預定的時間 親人過世是你可以預定的時間嗎 好像完全不是吧 那這件事情你會認為 他不笑到令人想哭到底是為什麼 你投韓國瑜可能會改變未來 可是石敏錦想到說親人過世不回家 人家他有說 阿公阿嬤在過世的時候 他沒回家嗎 是 他有說他最後沒有回去嗎 他只是說他沒有辦法敢去見最後一面而已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邏輯到底在哪裡 然後這個人渣文本周衛航 他也很有趣 他說親人過世連國軍都會立刻放人 所以現在是誰的責任 現在誰的責任 灌老闆的責任 台湾有多少灌老闆 用各種理由去刁難 然後把各種責任強扎在你身上 你要請假有這麼容易的事情 可是這個女生他有怪政府嗎 他沒有怪政府 現在他在怪誰 他在怪台灣的大環境 造成他這樣的結果 所以這是我覺得台灣所有的政治家 所有老闆都要去思考的問題 可是他不能講自己的故事 這有什麼天理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不能說 這只是他個人的感想而已 他不能夠去講嗎 你們就要去質疑他嗎 我覺得陳其邁最妙 陳其邁講得看起來好像滿好的 他說大家不要苛責他 因為他是演員 演員就散盡他的責任演戲 他們有後製編劇 導演等 為了要取得一些比較演戲的效果 是一種比較誇張的效果 意思就是說這一切根本都是演的 根本就沒這一回事了 陳其邁想要去當市長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們想過小老百姓的心裡面 是什麼感想 是 立剛我就覺得 他們現在努力要用盡一切辦法 他居然說他是演員 是 我跟你講 他就是要告訴我們說 所有北漂的痛苦 所有這些東西 全部都會講 全部都會演出來的 那好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以前我們新婚龍捲風 找了這麼多人出來 這麼多的北漂青年出來 講他們的感想 難道都是假的嗎 大家來看看 我爸爸去年過世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 及時的回到我爸爸身邊 因為那時候也在工作 我中間的路程 因為延遲到我 看不到我爸最後一面 所以對我來講 我一直告訴我自己 如果我有能力 老人家最後一面沒看到 沒有看到 雖然只隔了356公里 但卻沒辦法趕回去 沒辦法看到他們 然後因為我爸在家 後面是愛症 我媽一直跟我講說 你就先去 你就先回去 你爸爸如果有任何狀況 會通知你 可是你知道 我上班的第一 禮拜一的時候 我上班 我才發現到說 我媽那時候傳訊息 跟我講說 我爸走了 我爸走了 然後我真的 我傳訊息給你的時候 對 你父親已經離開了 我父親已經走了 就是說他已經不行 然後要離開了 我當時候話不說 你等我 我說你等我 我搭了高鐵 我真的是 話不說高鐵 我就一搭 就這樣下去 可是在路上我媽 因為我知道時間有一段時間 兩個小時的時間 差不多 然後再加上我搭捷運 然後我就跟我媽講說 我爸現在抓到怎樣 他說 他現在已經在 就是太平街這邊 在等 等那個張藝社的部分 然後等於他最後一面的部分 我沒有辦法見到他 然後變成 我在見到他的時候 已經樹齡樹好了 很快 我回去的時候 我記得我下午是兩點 都接我媽的訊息 我趕回去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 四點多 五點多 回去還要轉捷運 那因為街坡不變 所以我變得下去的時候 我要走一段路 我才能到我媽的地方 就到小港 那個最裡面的附近 那個地方 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有點感慨 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都這樣了 其他的北漂的這些青年們 他們的父母親 如果都在南部 沒有辦法上來的時候 你們要怎麼辦 這是10月初我們的錄影 你看到這當中的高雄市民 他這麼傷心 這麼難過 重點是因為工作關係 他們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趕回去 陳其邁他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他當上了市長 這些小市民 竟然是他的市民 他怎麼居然說他的市民 都是演員呢 我跟你講 但是民進黨現在態度 其實非常簡單 有出了問題 先怪人民就好 比如說同系列的廣告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這一隊 你看長得非常漂亮的這一隊 那個裝胞胎 姐妹 他們跑到 從美農跑到台北來創業 看牛肉麵店 人家看牛肉麵店 分享他的經驗不行嗎 然後他居然就 你知道很多人就開始酸了 為什麼你不留在家鄉開牛肉麵店 難道台北就可以賣得比較好嗎 有人就說 我知道了 因為台北可以收服務費 我覺得作為一個政府 或是作為一個在地人 你要去想想看 為什麼人家會選擇不在家鄉 而在台北開 這中間的道理到底在哪裡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阿豪他說他開個店 他的店一個月只有450的收入 是啊 所以你不去考慮到 現實上的困難到底是什麼 而只一昧的 想要去怪責到人民的頭上 那如果你們真的不相信 高雄現在目前 經濟狀況很糟的話 我們來看這一個 這個是在網路上流傳的一個 這是一個真人廣告 這真人廣告 這個是成的競選廣告 你知道 他是說他要爭這一個人 你看活動的薪資是500塊 而且八個小時一個班 八小時才500塊 這是不是已經違反勞基吧 然後超時每小時才加100塊 100塊每小時 其實低於最低薪資 所以這樣的東西你知道嗎 他還備注 覺得備注一下好了 有政治色彩的別來 這是成的競選活動 這是什麼意思 這難道是成其邁的競選活動嗎 你的競選活動 要八小時只給人家500塊 然後每小時只能再加100塊 這是什麼一個東西 超時以後每小時才加100 老實講 這到底是不是成其邁的 我不知道 可是問題是 這個其實很多時候 反映了高雄現在的現況 就是薪水超級低 低到大家無法忍受 你作為一個政府 作為一個執政黨 你不想辦法去改善現在這種現狀 結果一昧的去責怪人民 你覺得你還有資格 來領導這個國家 這個政府嗎 可是偉翰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些人以後也可能是 陳其邁的市民 陳其邁到了市長之後 這些可能是市民 他居然說他們是演員 所以我說 這場選舉真的是跌破 所有選舉專家的演進 因為到現在為止 你可以知道 明天即將要上來的 岡山的這一場 有謝長廷 有花媽菊姐 還會有賴清德 他會有什麼場面 其實今天晚上我們都可以預測到 但是 韓國瑜已經先做了這樣子的 你說消毒也好 或是正面迎戰也好 民進黨還在用 如果不讓民進黨當選 不管是高雄 不管是台灣的各個縣市 那就叫做破壞民主價值 今天韓國瑜特別講了這句話 不要侮辱民主價值 民主價值就是 你願意投我你投給我 如果你不願意投給你 你可以投給任何人 不是說投給我上天堂 投給他住套房或下地獄 基本上是這樣的 這些年輕人 他因為支持了韓國瑜 或者他支持韓國瑜的這個idea 這樣的想法而已 他只是因為認同了北漂 希望回高雄 而拍了相關的影片 我怎麼樣就要被追殺 年輕人的想法 反而是會更反感的 就是說今天你在講 詹雅雯事件的時候 韓國瑜今天也是正面迎戰 其實簡單講 幾個點都是正面迎戰 武敦一世言正面迎戰 詹雅雯事件正面迎戰 我不相信我的韓粉會那樣的惡意攻擊 除非他不是韓粉 除非他是假韓粉 但是沒有人知道沒關係 我再一次的唱詹雅雯的歌 來證明我支持這個歌手 所以所有支持我的這些群眾 他不會再去攻擊他 如果還有那種人是假韓粉 那是為了要攻擊 這個所謂幫 曾經來唱過歌的歌手以後 然後讓他痛哭流涕 沒有 我唱你的歌 我支持你 我叫大家不要攻擊你 這些年輕人 他舉出他的例子 他真的是北漂 他真的爺爺過世的時候 沒有見到 這是事實 跟他是某個球團的拉拉隊隊員 或者是跟他曾經做了 怎麼樣的事情 有任何關係嗎 沒有 所以你去批評他說 為什麼你爺爺過世的時候 你沒有早點回去 然後你現在要回去投韓國瑜 這也是個選擇 我們剛剛講的 民主的選擇就是 我可以選擇任何人 同樣的我也可以選擇陳其邁 我也可以繼續選擇民進黨 在高雄的市區20年縣區超過30年 但是可能又勞又窮 可能你覺得沒有的情況之下 我還是決定投給民進黨 韓國瑜講說你這些人會找死 這些人以後會吃到苦果 以後會後悔嗎 他也沒有 你歡迎你要投給陳其邁 就投給陳其邁 這種才叫民主價值 就是你可以投我 也可以投他 不是非誰不可 這才是民主價值 而這一次的民進黨操作 其實我說民主進步黨 但是看不到什麼民主 而且似乎也沒進步 他還在用20年前的勞招 用抹紅 用靠屁股 用悲情 用不投我 台灣就會完蛋的方式在選舉 但是年輕人已經不一樣了 而且年輕人的長輩 他們的爸爸也不一樣了 我們看到整個鳳山場 跟前面的三場的大三三 有非常多的年輕人 陳其邁的場比較少年輕人 而且也不只年輕人 還有他們的家長 還有一些長者他們也來 大家要的是一個改變人心 韓國瑜他這次要是選上了 我相信他應該可以選上 以我對政治的看法跟觀察 我覺得他現在的聲勢質量上 他是完全碾壓對手的情況之下 他應該可以當選 那他一旦當選了 他就要接下來去履行 他所做出的承諾 如果在四年之內不要講八年 八年或許是他的目標 但是四年一任之內 沒有做到有感 北漂青年沒有辦法回來 不要說全部 但是至少要有人可以回來 工作沒有改善 生意沒有上漲 我相信現在跑去那邊 幫韓國瑜支持的人 都會討厭韓國瑜 而下一次的選舉怎麼樣 又是民主做主 我就不再投給你了 我四年前是韓粉 可是四年前我不要當韓粉了 這才是台灣價值 而不是說只要你支持我民進黨 就是支持台灣 就是支持民主 只要不支持民進黨 全部都是投共 都是中共的所謂五毛 都是抹紅 這樣子反而不是民主 因為他已經限制 你不能投給誰的 只能投給民進黨 民進黨如果失敗 就是不贏民主 這是不對的 年輕人他不吃這一套 而現在的民進黨 是跟民進的想法 完全背道而馳的 但說到五毛 有沒有注意到 捂你的頭 有沒有注意到 講了這些話多麼的噁心 多麼的難聽 但是韓國瑜今天 唱了那詹雅雯的歌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有人把詹雅雯給那麼一抹黑 詹雅雯的心中可是非常的難過 而且這傷頭可能是一輩子 掌聲鼓勵 我們開�� 跟你講 ще有一個 Kay 究竟非要擅長 Wind Star 你約我去唱 好多久 敢有那種 行強 好獎 以前的增加 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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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West 喚聲洛 interacted 生樣闘著 彼妮回禮 refund者 未能閃 我們聽到那首歌 可以聽到詹雅雯的歌 韓國瑜在唱 而且全場都唱了詹雅雯這首歌 但詹雅雯的眼淚被操作了 我想問一下 輝文 以前在國民黨職的時候 你罵國民黨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你罵民進黨 那現在呢 李剛你講得很好 就是說我真的是呼籲 現在11點完 我們今天現場直播 所以我先提醒觀眾朋友 如果你沒看到 剛剛兵哥講那個影片 現在不要看 因為現在夜深人靜 看了會掉眼淚 你白天在看 那個影片很催淚 但我呼籲就是說 不要再去攻擊詹雅雯 也不要再去攻擊 影片中出現的這些 北漂的青年 我講一句韓總 聽得會不爽的話 你們要攻擊去攻擊韓國瑜 他們不是候選人 他們是北漂的青年 我也知道有其賣粉 有韓粉就有其賣粉 相對的 你們很心急 看你怎麼這麼多人 我們記不記得 沒關係 你要針對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是好酸人 你不要做人生攻擊 你質疑他 但是去攻擊這些 攻擊詹雅雯 或是攻擊北漂青年 我都不贊成 剛剛前面民選講說 他在外面根本看不到 請問立鋼我們今天 我們中天有實況轉播 我們也有網路 那些在捷運站幾爆 現在還在現場的人 他為什麼要去現場 我不會看電視嗎 五毛 不是 我跟你講 那個就是熱情 我明明知道 我到現場隔那麼遠 根本看不到韓國瑜 這麼遠 我還是要去 那就是熱情 我來接韋翰講這個 因為這個是選前 最後一個黃金週末 今天蘋果日報整理 全國其實有這麼多場 我請問觀眾朋友 哪一場有韓國瑜 這場這麼熱 另外10萬 還有1千 我都不好意思講 哪一個候選人 你1千人是在幹嘛 這麼多場 全國都在選縣市長 候選人超過2萬個 韓國瑜這場有10萬 我再補充一個 其實韋翰剛剛講 他的預測 我是不敢吐槽 因為韋翰的預測很準 但是我給大家看 這不是民調 這是電改 高雄七 導播這樣可以嗎 應該不會反光 這是高雄七選機 你看那個投票率 上次陳菊跟楊秋菁 投票率只有66%多一點 所以上一次的投票率 其實相對是低的 如果你這樣比的話 所以其實我要提醒觀眾朋友 不管你要支持誰 但是你不要問 黃偉漢就說一跟問 會動算他什麼陳菊 但是你一定要 如果你要支持陳其邁 你也要去投票 你也要支持韓國瑜 你要去投票 別說沒問題 沒問題 我要去投 你到時候票開出來 就會有危險 你一定要票票入櫃 不管你要投給誰 我們又不是幫誰拉票 但是從上一屆66%的投票率 相對是比較低 而且我們2016年總統大選 全國的投票率也是66% 66%等於什麼 就是三分之二 表示三個人裡面 只有兩個人去投票 這樣投票率太低 不管你要齊齊項 太開心去投票 我覺得韓國瑜今天那個高度 你剛剛我補充最後一點 我不是用高雄市長的角度 在看他 你看他今天講的什麼 我唱詹雅文的歌 這是高招 我吳敦毅講的話 我來幫他止血也是高招 他那個場面已經在選總統了 我不是拍他馬屁 你看以前的總統大選 哪一場像這樣子的沒有 沒有這種場面 這個場面非常的好 不管誰當選 我希望下個禮拜的投票是祥和 但韓國瑜他說 這個可能選前會有奧布 我也希望不要有奧布 我希望陳其邁 菊姐 明天你晚會也唱歌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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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敦毅講說是吳敦毅的事情 韓國瑜是怎麼看的 韓國瑜今天都講了 我也不希望這樣子 他當然不能罵他黨主席 但是他說我都不敢 他已經切割了 他已經化了線在這裡了 都不要人身攻擊 你也不要罵詹雅雯 還有剛剛賓哥講 那個北票青年 你也不要再罵了 我覺得以後的選舉 如果都能這樣子的話 藍的不要罵綠的 綠的不要罵藍的 我們的民主會很進步 我們可以注意到 在之前的時候 你看到黃俊英上次選舉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的一個助選員 講了這個陳菊叫做東瓜菊 結果黃俊英還抱了一束花 到了陳菊的競選總部去道歉 看這才是真正的一個選舉的文化 但敏玄 你剛剛有在之前的時候 講到那個奧布的一些黑的方式 韓國瑜一直提醒大家說 要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 下個禮拜可能會有 許多的黑的奧布出現了 你剛剛沒講完 繼續把他講下去吧 到了剛剛 韓國瑜在台商都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 心理準備有什麼呢 有非常多的奧布會出現 有非常多的抹黑會出現 有非常多攻擊他的人會出現 我覺得我看到那個 北漂的女孩的那個影片 我真的想替他說一句話 我覺得為什麼大家要對他這個樣子呢 為什麼選舉會選到 大家好好都生病了 怎麼會喪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 爺爺過世了 誰不會馬上要回去 我爺爺也過世了 我覺得當你知道家人是 有這樣緊急狀況的時候 一定是立刻放下手邊的工作 馬上搭高鐵回去 可是怎麼會有人去罵他說 你怎麼不會搭高鐵去呢 搭高鐵也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你的家人可以等你嗎 有人知道你 你現在紅了 馬上有人就說你是親公會 你是國民黨 有人就馬上開始要黑你 So what 我覺得我做人坦蕩 行得正 做得端 而且我覺得現在這個 是什麼時代了 當你做一件正確的事情的時候 全世界都會站出來為你發聲 所以怕什麼 所以我覺得所有人去攻擊 這些影片當中的女生 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這個樣子 而且韓國瑜他非常有尷尬 他就說我是現在的參選人 所有的抹黑都衝著我來 不要對這些女生這個樣子 他們已經多麼的有勇氣 站在鏡頭前跟大家說他自己的故事 那是他過去的一個心路歷程 這樣子的心路歷程是多麼的真實 那眼淚都是真的 沒有必要對他們這麼的殘忍 然後剛剛講到說 就是有一些抹黑的部分 剛剛講到是這一邊 台中的那個女婿 台中的高雄女婿 他現在接到很多訊息 大家跟他講說 我現在都不需要上車了 他其實他現在非常的緊張 然後我還收到他的訊息 他講說請大家放心 我們現在還是會正常的發車 但是他們請我 可以在網路上面 或是幫他們發聲說 讓大家安心 一定要搭他們的車返鄉投票 然後再來就是 這是大家的善意 可是卻有人故意在後邊操作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有另外一個是 高雄有很多的一群企業家 他們一起集資 大概有20部車 看到在兩天前 就已經有821個人報名了 所以是有非常多的人 是非常感謝有這樣子的專車 有哪裡可以證明呢 可以給大家看 這裡 還有人寫信 這是我朋友提供給我的 他就說我收到通知之後 就沒有再去訂車了 我還想要再確認一下 所以有些人是很緊張的 然後再來就是很多人說 自主辦單位 很感謝這一次 可以報名返鄉專車 非常感謝大家 而且這個主辦單位 他們非常的細心 還跟大家講說 提供身分證這個事情 根本就不是榨取大家的個資 因為現在有非常多人 做這樣的批評 他們其實是要幫大家做保險 而且這些上車著說 不管是50塊還是100塊錢 因為免費是違法的 所以他們做這樣的事情 是非常的謹慎 然後再來跟大家講說 不論你是投給誰 投票是你的權利 高雄的未來都在你的手中 所以他們做的任何的事情 都是非常的謹慎 現在有非常多的人 利用這樣子的訊息 惡意的栽贓 甚至還有人利用專車去戀財 有一群年輕人 他們自己集資 500、1000、2000塊錢 湊起來算不多 但是有一台車跟兩台車 可是有一群網友 他們湊成一群人 他們對韓國瑜的選情有信心 他們卻利用這樣子的網友之間的信任 他們把這些錢捲款就逃跑了 所以我在這裡 我一定要非常的強烈批評 指責這樣的行為 在下個禮拜 已經剩一個禮拜的時間了 如果你有報名 任何的返鄉業車的人 你一定要相信這些管道 然後你可以再三的確認 因為不要浪費這些人的善心跟善款 我們看著我們龍捲風 在這三個禮拜 我們已經做了三次的戶外開獎了 可是在下面的民眾 我們都會要求拿出身分證 來自清他們自己本身的身分 台灣的選舉 有需要做到這個樣子嗎 在這幾個禮拜 我們新聞龍捲風 請了一些高雄的朋友來上節目 還記得吧 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有請到一個阿倫 阿倫他本身替成了一個 跟禿逃 為什麼 因為他主要要支持韓國瑜 可是他在生意上面來說 也遭到了一些困難了 但是另外一個阿嬤 他在高雄開店 他門口只插了一個國旗 插了國旗之後 人家就開始說 阿嬤 你不會這樣 國旗要拿掉 阿嬤火大了 把店關了 國旗一樣插在上面 阿豪 你呢 你在高雄有沒有遇到什麼狀況 我要改做這件事 翻轉高雄 後面 月亮跟著禿子 你轉過來跟我們看一下 禿子跟著月亮走 對 阿嬤 你上面有國旗 有國旗 對國家的認同不正常嗎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旗還有什麼不奇怪 結果我媽穿這件衣服 你去蔡西亞的時候 蔡西亞來的人說 你穿這件衣服不是用打嗎 你媽耶 對 我媽 但是我媽 老人家 我媽也很有價值 我媽說 好東西出來打看看 為什麼我但我的國家 不能穿我的國旗 對嘛 現在台灣的 現在高雄的氣氛是這樣 很多人以前會怕 但是我們到現在的時候 我只是韓國有就像香港有 我偏遠報到公報的 我就是跟那張貼紙 就要打淡棠的 我自己的車也是這樣 我那天在高速公路上 從共産到去高雄的時候 高速公路上就剛才有一個客廳 逆打四張 一直是一直是 我一定開拜 黯黯我還要表達兩空車 一直打四張 這種行為 我們是不會有什麼反應 但是這種行為代表的什麼 代表的就是 他們的選舉 還有理性存在 但是我們這邊的位 我們很感想 我們不是那種 發生的那種方式 我們是真的很感想 看到國際在那裡 臉書都要流出來 聽說 韓國有說到什麼東西 大家臉書都要流出來 要選的時候 大家知道 保重大家加油 我們所看到的 在韓國有這邊的正義的部分 就是這個狀況 大家團結一心 現在在家裡不用怕 打貼紙的 有人打過頭髮的 打案全部的 不用怕 三十千出來 這樣我們團結的力量 才會起來 我們有國際有什麼不對 我們為了我們自己的民主 我們要選韓國有什麼不對 為什麼我們就要比較小 謝謝欣欣 在那一場 我們剛剛的那個招式晚會 還不用等到韓國瑜出現 大家揮舞的旗幟 大家眼睛都在犯淚 包括我自己也是 這麼感動 我剛剛搭高鐵的時候 我在看的那個直播 我真的眼淚都掉 我覺得 一場選舉 可以激起大家的愛國愛家的心 多麼的難得 而且我覺得韓國瑜 他已經創下整個 就是2018的選舉 已經成為整個台灣的選舉史上 最美意又精彩的篇章 但我們看著今天的高雄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韓國瑜的這個場子 是充滿了一個歡樂的感覺 但在下午的時候 陳其邁也有一個場子 那個場子跟韓國瑜的場子 要PK 是立剛這個場子 叫做We Care高雄 這一個大遊行 這個遊行的主子是什麼 反霸凌 反抹黑 你知道他們要 大家一起來守護高雄 而且特別強調 這是一個非常中立的一個遊行 所以他們禁止有任何的 標語歧視 然後也絕對不會去宣傳 任何跟競選相關的東西 這樣聽起來很不錯對不對 應該各個希望守護高雄的人 都應該要來參加 雖然我不明白 為什麼老師要去守護高雄 高雄是隨時快要倒了是嗎 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遊行人家是舉辦了 舉辦了 果然也非常多來參加 可是你會發覺到 前一陣子比較有受爭議的 所謂的子豐車劇團也來了 子豐車劇團的執行長李永鋒 不是就講過 他自己是支持陳其邁了嗎 他自己都講出來了 然後陳其邁也來了 甚至這個活動 主要的主辦人之一就是 高雄前文化局長引力 他也跳出來了 那就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引力你知道嗎 他也很厲害 你知道子豐車不是今天舉辦嗎 不是那個Wecare今天舉辦嗎 然後引力是在11月6號 才辭去他的文化局長職務 然後投入這個東西 10天之後這個遊行 馬上所有東西全部都弄好了 所有東西都傳好了 然後路線什麼全部都通過了 辦一個大活動 怎麼可能那麼快 怎麼可能快到 這麼離奇的一個速度 他是不是早在你任上的時候 結果你在安排了還是真的 如果說高雄市行政效率這麼高的話 以後希望所有任何一個人 我們在高雄辦類似活動的時候 都應該要這麼快 如果都沒有這麼快的話 我們就覺得中間 可能會出現問題 立剛問題來了 這一次他們不是標榜 一屆全部都是中立嗎 絕對沒有任何選舉的色彩 那就很奇怪 如果這麼中立的活動 都是藝文團體要參加 都是自動自發參加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出現 東港二挺高雄看到沒有 屏東Care高雄後援會 你看出現了 大家真的都滿Care的 大港寮非常挺高雄後援會 你看也跑出來了 一個一個都出現了 這個組織非常嚴密 我現在發覺 這一些文化的這一些團體 真的越來越精良了你知道 每一個都組織得非常好 隨時隨地都有後援會 都等在那邊就去舉辦 而且非常大家 連遊覽車什麼東西 全部都備好了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厲害 其他台灣其他的文化團體 你們要效法一下 要像他們這樣子 但是更奇怪的東西就出現了 你知道我們剛剛不是講過 裡頭不准有任何標語其次 是跟選舉有關的 因為我們要中立對不對 第一個你們有請陳其邁去 那有沒有請韓國瑜去 這個就聽起來很奇怪 還是韓國瑜拒絕了 這個我不知道 可是問題是裡頭 你看這些標語 黑道菜蟲看到沒有 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不是反抹黑反霸凌嗎 你看還畫了一個圖頭 是 這個黑道菜蟲 這個算不算抹黑霸凌呢 然後你看這邊直接 二指中國勢力入行 支持二號陳其邁 然後這邊這個更厲害 這是一個超大型的 花媽城局的一個人偶都出來了 這看來是反併吞的活動吧 是 這個聽起來很奇怪 你確定這個是WeCare高雄 這是一個中立活動嗎 這怎麼看起來 都像一個選舉造勢 你不覺得嗎 那時機上 我們今天早上在畫面上都看到 陳其邁走到那邊的時候 一大堆人在他旁邊 就是直接拿競選標與旗幟 然後就全部跟著這樣一起走 所以這根本就看起來 就像是一個競選活動 所以也就是說 你要反併吞就反併吞 你不要拿這些文化人來壓我們 對 我覺得你確定這些人來參加 真的是文化人嗎 到底他是文化人 還是民進黨 或是陳其邁的附水組織 真的是讓我們越看越不懂 我覺得最奇怪的就是 每一次民進黨 或是這些團體 都會告訴我們說 他最不care就有人數 因為人數那些都是假的 都可以製造 可是每一次他們最care的 其實就是人數 你知道嗎 這個活動從一開始 引力自己都講 我們希望有四 五萬人來參加 後來發覺不對 為什麼 因為同時下午的時候 鳳山這邊 韓國瑜這邊的場子 集合人越來越多 然後開始四 五萬不行 六萬 把它喊出來就變六萬了 然後接下來變什麼 八萬 你知道 數字還可以這樣喊 八萬發覺喊還不夠 十萬都喊出來了 就表示說 我們至少也是跟你同級的 乾脆到天黑前喊一百萬算了 是 我覺得乾脆277萬高雄人 全部都參加 剩下去參加韓國一場子 全部都不是高雄人 這樣你們是不是就滿意了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 準備講成這樣子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來比較一下 他們不是最喜歡用這種比較嗎 其實我一直覺得這種比較無聊 但是我們也來比比看好了 你看這是所謂的 We Care大遊行 他們號稱8到10萬人的一個場子 大家仔細看 看到沒有 這邊中間是有很明顯的 空格出來 很明顯的空格一個一個出來 然後這邊什麼 這邊這一排都是空的 看到沒有 這邊也是稀稀疏疏是空的 怎麼會是空的 這邊也是空的 看到沒有 他整個場子 你看這後面這一帶其實是 看起來是一大堆稀疏疏 沒有什麼人的地方 你相對於韓國瑜 其實這還是韓國瑜的一小部分 你看這邊全部命運媽媽 全部都是人 看到沒有 這個差別在什麼地方 這個人數的差距會不會非常龐大 因為你光從密度去看 你看到這個畫面 你看到沒有 這個空拍的畫面 對 你從空拍畫面 看非常明顯 而且他不是只有在場地內 是直接擠到場地外去了 而且外面還很多人在流動 不斷的往這邊湧進來 我覺得光是這樣去比較 你就可以比較到差距 密度差距非常大 然後他整個戰地的差距就更龐大 所以我覺得我一直說 比較人數其實本身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問題是 如果連韓國瑜參與的人的熱情 都比你強的時候 他整個那種自動自發的那種感覺 都比你更熱烈的時候 那你還要比較什麼 我覺得一文歸一文 文化歸文化 選舉歸選舉 政治歸政治 我覺得如果都要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還要做這種 掛羊頭賣狗肉的行徑 其實我覺得 只會讓人家看破手腳而已 說真的 我現在真要講句話 不要再拿那些文化人來 壓我們這些沒有文化的人 危害 現在的這樣的狀況 民進黨是不是挫了 邱宜仁他都已經進駐到高雄去了 這個時候 民進黨他們真的是擔心了嗎 剛剛賓哥在講 這場We Care的下午的活動 他很清楚 是個民間團體所舉辦的活動 但來的都是民進黨的人 其實我有點不懂 子豐車這一次下去林景昌 那麼找了這些導演等等 李永鋒 當然可以支持 都是文化人道 是 但是他中間 又有多少的利益 就是你花了多少錢 請子豐車來 其實這也可以去 後續再去了解 但是我是跟大家講就是說 剛剛賓哥講得很好就是 永遠都是強調 人不是重點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可是你剛剛講到 其實這個事 這樣小姐聽到會要哭 到時候要流眼淚 10月多的時候 其實都還在講 韓國瑜的場 記不記得10月14號 我剛剛應該是給大家看 10月14號 當鳳山的第一場 陳其邁出來的時候 特別去拿了另外一個 其實只有大概5000人 8000人的場所 你看這是陳其邁的場 那麼多人 然後韓國瑜的場 那麼少人 因為10月26號 鳳山還沒有出來之前 民進黨一向認為 國民黨不可能在高雄出現爆場 可是隨著一場一場出來以後 開始就覺得說 人不是重點 我們現在不比人 為什麼 因為剛剛 韓國瑜所講的 We Care的這個活動 走到最後他也有一個 集合的場地 大家看這個是在5點的 大概在5點的53分的時候 他最後場地的集結是這樣 這也是今天陳其邁的 這個We Care的最後的集結場 然後也是說 他說是10萬 那很簡單 那就是再看一下 立剛哥後面的電視牆 這個電視牆 對 這個是10到12萬 這個也是10萬 那就觀眾朋友 自己上網去找影片 那看起來就差不多 但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一下這個場的密度跟人數 大概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一開始 所以你講密度跟人數 其實看起來就還是差不多了 對不對 那邊有12萬人對不對 所以當你的人數到了這樣的情況之下 而且事實上你又動員之後 沒有辦法頂上來說 就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我再跟大家補充一個 就是我想說明天 其實我本來想要等到明天 鋼山那一場看完之後 再做最後的判斷 可是今天大概已經知道答案 但是我剛剛講了一個鳳山障礙 不管是人數 熱情 控場 演講等等 我再跟大家講一個東西就是 明天這個場 那麼蔡英文總統不到 民進黨想說 誰說蔡英文總統要到 他本來就很忙到處跑 不要再放黑函 有圖有真相 觀眾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11月4號的時候 中央社的一則報導 中央社的記者還有掛名 中央社的新聞 國家通訊社它是不可能出錯的 這個事情如果沒有經過 總統府的發言人 民進黨的秘書長 他不可能這個稿子會出來 在11月4號的時候 明顯告訴你 蔡英文總統將幫陳其邁的 超級星期天鋼山站台 為什麼站到最後這個禮拜 沒有來了 顯示蔡總統民進黨主席 這個擁有現在 唯二兩個最尊貴身分的 民進黨的現在的黨主席 跟國家的領導人 總統蔡總統 他已經被認為是 如果他出席在鋼山的 這場活動當中 將可能幫陳其邁扣分 所以陳其邁明天這個場 原本在今天之前 我相信他也一定要頂上來 外傳說所謂有可能連嘉義 都調了遊覽車來 這個我們要去查證才能夠講 才確定到底有沒有那麼遠 從嘉義調遊覽車來 可是我也認識幾位 高雄的遊覽車的業者 他們說明天是拚下去的 大拚場 因為針對的是 這個禮拜三的韓國瑜的鋼山 但是現在又出現了鳳山 鋼山是所謂8到10萬 這一場是10到12萬 他一直往上走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你如果堆不開 你就幫幫了 如果你跟不上那個氣勢 跟不上那個人數的話 明天的鋼山之後 這樣可能會潰散 不過偉翰你講到這部分 輝偉我問你 現在這個時候 你也是個沒文化的人 你看到今天下午 那全都是有文化的人在台上 李剛我跟你講 因為我覺得今天晚會的 許舒華 我也觀察他好幾場 他今天主持這一場 非常的漂亮 最後他帶領大家喊翻轉高雄 我要提醒觀眾朋友 你要去想 在高雄市民進黨執政20幾年 高雄現在30幾年 很多韓粉希望翻轉高雄 但是我請問大家 有沒有人希望高雄不要翻轉 你要去看那個 Undertable的那個 檯面下的那個盤根錯節的 既得利益 李剛因為我不喜歡亂爆料 我也不是八卦的人 我跟你講一個例子就好 這個只有韓國瑜當選 才能查出來的 很簡單 為什麼高雄市的警察局長 他不幹了 我再講一遍 為什麼原來高雄市的 警察局長不幹了 他退休了 他提早退休了 為什麼 但是聽到朋友 觀眾朋友我講到這裡就好 但是我說高雄的人 韓國瑜如果來當市長 我們都遲好的東西 我們都頂潤的東西 你韓國瑜來 我們是要怎麼處理 所以韓國瑜的人身安全 最後一個禮拜一定要盯著 然後這些反撲的勢力 不是跟民進黨不關 跟陳其邁不關 不過他們都 他們已經運作很多年了 他們非常擔心 如果韓國瑜當選 我死了 我又要重新打通關節 我又要重新衝來一遍 這些人的反撲 我比較擔心 因為這些都說 殺頭的爭議都有人做 今天你也動算 我頭頭都死掉了 我怎麼可能讓你贏 我怎麼可能讓你贏 你當了市長 我覺得我生氣都不用做 我不是講正當的賣香腸的 那個黑的聲音 那個的反撲比較可怕 所以其實高雄的各個角頭 都在看今天的晚會 擔心的是這個 政治上的工坊 剛剛韋漢分析得很清楚 我講的是比較社會面的東西 我們要特別的留意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再來告訴你 許多人都想聽韓總唱歌 我們就來聽聽他唱 讓愛你一萬年 我心裡順利 今生今世不易 在我心中 再沒有誰 來抵你的意味 我愛你 被抗出正義 不會把你不利 你要陪我 再笑一笑 連續的三個禮拜 我們龍捲風到那南部地區戶外開獎 可是我站在那台上 看著下面的兩三千人 你就覺得自己整個 好像被群眾給簇擁著 但韓國瑜站在那台上 可是有10萬人 12萬人在那邊簇擁著他 韓國瑜老婆就講了一句話 你是人 不是神 而且包含了高雄的朋友阿倫 他也說過 我們投了你韓國瑜一票 我們不知道你是政治家 還是政客 韓國瑜 你當選之後 你真的不能辜負那百萬的高雄人 但是韋翰 我想問一下 剛剛輝文有講到 高雄警察局長辭職了 對 高雄的警察的局長辭職 代表這一次高雄的選舉 壓力實在太大了 因為從來沒有想過 高雄居然可以選成這樣 高雄是原本上一次在2014年 民進黨狂贏代表國民黨 我特別講代表國民黨的楊秋新 因為楊秋新也是民進黨出來的 贏了54萬的地方 全台灣這一次 在不要說半年了 三個月 兩個月之前 認為全台灣最不需要討論的 提防之一就是高雄 但是現在高雄 已經變成全台灣關注點了 現在已經再過幾分鐘 就要5月12點了 可能很多今天晚上去參加這個鳳山 我講鳳山障礙 他會留下一個紀錄 如果2018年11月17號的鳳山障礙 他會留下台灣的選舉史上的紀錄的 這一些民眾們 他們現在回到家裡打開電視 在看龍泉風 他情緒也可能還沒有完全平靜下來 但是政治需要熱情 政治也需要冷靜 韓國瑜他才跟他講說 你是人不是神 你以後要面對的是更嚴峻的一個事情 整個的選舉過程當中 回到民主 民主是人民做主 為什麼我們台灣民主走這麼多年以後 會是選到最後因為高雄不能輸 而必須用恐嚇民眾的方式 就是如果他輸了 中共就怎麼樣 如果他輸了 高雄就怎麼樣 如果民進黨輸了 台灣就怎麼樣 為什麼用恐嚇呢 民眾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如果在幾天之後 6天 11月24號 高雄開出來最後是 最後是陳其邁當選 台灣也不會滅亡 他還是就是一個 不管陳其邁韓國瑜 誰都可以當高雄市的市長 誰都可以自主意願的投給 這兩個人其中一位 這才叫民主 韓國瑜這次的選舉 他創下了一個很大的一個 所謂很難超越的障礙 就在於說 我相信有史以來 不管是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台灣有選舉以來 高雄從來沒有被全台灣 這麼關注過 所以高雄人的此刻心情 絕對是激動的 因為高雄已經不是高雄了 高雄已經真的是 台灣頭變台灣位 台灣位變台灣頭 真的變成台灣頭了 因為全台灣的媒體 所有的電視台 所有的記者都在關注高雄 高雄的榮譽感 不只是剛剛講的賺錢而已 高雄的榮譽感 在這一次被韓國瑜整個帶上來 所以希望這一次的高雄選舉 也應該是人民做主 不要用恐嚇的方式 再去恐嚇別人 對 我們看這個高雄 你可以注意到 我們在戶外開獎 還有包含來上我們節目的 這些高雄人 輝文 可是有上千人 所有的高雄人 都在看著這個場子 是 所以立剛 我剛剛提供的角度說 你們講的是政治上的政黨輪替 如果韓國瑜 那是韓國瑜政黨輪替的高雄 但是我講的是 社會底層的政黨輪替 誰不希望高雄政黨輪替 民進黨 這是政治上的 剛剛偉翰講得很清楚 那社會的底層 黑暗的那一面 我講一個笑話 連勝文被開槍的時候 我在友台的現場直播 我們第一時間聽到消息 是連勝文開槍 五個字 因為知道FD 五個字 連勝文開槍 假新聞 連勝文開槍 連勝文一定浮選 連勝文開槍 我們沒有理他 繼續做我們的節目 後來第二次傳播 連勝文被開槍 那不得了 所以觀眾朋友 你不要以為不可能 我們當時在彭等你 連勝文開槍 來 繼續談 你投票前一天 連勝文槍擊案 沒錯 後來第二次傳播 連勝文被開槍 那就完蛋了 我們連勝文被開槍 之前還有319槍擊案 更早之前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的選舉 我們的社會情形 不是現場想像的那麼緩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高雄市的角頭 都在看韓國瑜這場 夭壽竟還這麼多人 我這是要怎麼處理 因為你剛剛 我對韓國瑜有信心 因為現在的韓國瑜 他跟以前的國民黨不一樣 這個圖子 我認為他不敢收錢 我這樣講 韓國瑜的腳踏 我不知道 韓國瑜本來 我不會去做黑黑的 我有這麼多人的愛戴 現場這麼大型的KTV 這次選舉這麼成功 我對韓國瑜說 他不會黑白來 但是韓國瑜他不斷來的時候 我們 我說比較白 我們做黑的怎麼辦 我要怎麼打進 市長的這個關節 市長這個圖子又不收錢 我要怎麼處理 而且韓國瑜收錢的話 館長要打他 那就是了 所以他不可能去處理這些事 所以我提醒觀眾們 有人希望高雄不要政黨人體 不是民進黨 不是綠的 是我講的 黑的 黑的比較可怕 我們從歷年這個選舉 他的出外交的 出後部的 謝龍姐說的 出後部的 不一定是民進黨力的出手 因為他的局面說 我控制不定 因為那是他們的命根子 我如果做八大行業的 我不希望政黨輪替 我希望你執政100年 因為我的管道很通 暢通 我不用怕你換誰 我不是影射陳菊或陳其邁什麼 我講的是八大業者 因為我以前是跑社會新聞的 他那一塊是很難去撼動的 那一塊是太多人 我講的是Undertable的東西 他捕捉不下 所以我剛剛問什麼 高雄市的警察局長 他為什麼好部東西坐到那個位置 他沒多久他都退休了 我幹了 他為什麼不幹了 不知道 那講什麼生癌規劃 朋友開公司找他去幫忙什麼 那個都是檯面上講給你們聽的